全油管最快新闻,中国疾控中心首席流行病学专家吴尊友于10月27日中午因病去世。 吴尊友是我国防治艾滋病领域的重要专家, 从首次科学描述了艾滋病爆发流行的传播方式, 并进行了大量的防治科学研究和实践工作。 他还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投身于防控工作, 描述疾病特征并宣传预防知识。 吴尊友的离世令人痛惜, 他的付出与贡献受到广大群众的赞赏和嘉奖。 值得注意的是,吴尊友曾经表示自己的付出并不能与其他一线工作者相比, 更多人付出了更多,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。 吴尊友的离世是我国防疫事业的重大损失, 同时也是一种警示和催人奋进的力量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